大家好,我是于双双 这一个月一个月过的是真快呀 又快要给牛称体重了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9月30号是我妹妹结婚 我们9月30号称重称不上了 等到10月1号的时候 给我们家的五头牛去称体重 然后我们家这个地棒啊 小型地棒已经买了三年了 今年我们决定给它换一个 然后我们饲料厂的强哥说 他来猝子给我们买一个新的地棒 让我们来泡牛 就是每个月泡牛的时候 大哥老说我们这个称不太准 都已经三年了 没有用砝码去叫过 然后今年买个新的 一会儿准备在我们家牛棚的角落里边 然后抠一个1米5成2米的地方 把这个地棒握进去 这样牛上棒的时候也不会害怕了 我能抬动吗 怎么抬 给它挪到我 来一会儿亲会儿 你立起来我能帮你抬动 那你要说横着呢 我可抬不动 太棒了 看这老爷们 啥都能自己干 我们还是每个月称五头牛 每个月称一次 每个月称一次 跟大家保证的是 这个数据是真实有效的 就比如上个月 它长了26斤 我也告诉大家 那它长了85斤 我也会真实的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别着急 等到10月1号 我们下午2点空腹称体重 1米5啊 1米5成2米吗 那你直接把那个墙的地方都得抠了吗 就这么一扣砖 就想起了两年前 自己一点点铺地 玩着扣砖的清醒了 这点砖算再给你三回了 哈哈哈哈 咱家这拆了扑扑了拆 哎呀 疯疯不误啊 要在江南挖的这个坑那里面 立一个1米5左右的吧 1米5左右的铁管 然后目前我们俩的打算是给它 就是直接拿水泥密死了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问题是 卖牛的时候 这个杆可能会害事 那今天晚上就要打沙子水泥吗 就要打水泥 马上 马上 这不老公干啥 可速度可撒冷的 就是没质量 就是没质量 这句话总结的很到位 一点毛病没有 一点就是没质量 一个糊弄事 这句话我赞同啊 这地方小啊 是好干活的 这说猜就猜了 说铺就铺上了 一会准备往上面直接弄沙子水泥 直接给它磨平了 一会准备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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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长了呗 这枯了还有几档水泥 没有了 就是一点 就这两个 中火 放入冰箱 鞋子 完事了 完事 这就算大功告成了 就等强哥的蹦 就等强哥的蹦 大哥说了周一周二给你拿来 蹦到位往里面放 让老公细致的还得凉一遍 在线呼叫强哥拿蹦 赶紧 就吃饭吧 我都饿了 我都饿了